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朋友泰舅舅 这个视频呢 我就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下 全国放开之后呢 从泰国入境中国 还有从中国出境泰国 这个过程到底丝不丝滑呢 我这一次回国呢 是在全境开放之后的20天左右 就是1月27号的时候回国 那那个时候回国呢 还需要做一个PCR的额酸检测 是在上飞机之前 在我们换登机牌的时候 要检查那一个额酸检测 如果你没有那张纸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登机 后来就是现在3月初了嘛 那3月初的时候 已经出台了一项相关的政策 就是这个时候回去呢 就不需要额酸检测了 只需要一份抗原测试就行了 那这一次回国呢 除了要填写那一个出入境的申报 还有那个额酸检测之外 其余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跟疫情前出入境 都是差不多的 我是在2月底的时候 出发回到泰国这一边 那我当时选择的是 在广州白云局场出发 为什么选择广州这边呢 是因为广州它的航班比较多一点 我选择的是泰航 因为飞机大 然后价格也不高 大家都知道嘛 现在它的那个航线 还没有恢复成疫情之前 它的价格都是比较高的 那我在出发当天的时候 遇到一点点小状况 就是我收到了那个 我们当地的公安局的一个电话 他就问我为什么 回国的时候没有报备 然后出国为什么不报备 那我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回来的时候没有人打电话 告诉我说要报备啊 我以为是 就是整个全面开发之后 开放之后不是跟疫情前一样吗 所以我就说 我不知道要做这件事情 后来他就跟我说了 相关的一些 就是要求政策是 反正就是要我提供了一些证件 还有就告诉我为什么 还有就是要我阐明一下 就是我出国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 那边的诈骗有点多 他们都在审核 是不是有嫌疑 那这个过程我就不赘述了 到最后我当然我的资料 肯定是百分百合户要求的嘛 就跟他们说明情况之后 这件事情就过了 那我问了一下我其他的朋友 有在南宁的 也有在广州的朋友 他们都没有被打电话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 看你当地的那个公安局 他有没有这个要求 现在已经是三月份了 那我想就随着进一步的开放 他应该后面都不需要包备了 就没有现在这么的严格 那在白云机场这一边直击呢 整个过程也是非常的丝滑的 他也没有要求是说 一定要强制买那个新冠保险 现在都不用买保险了 除了要填那个出入境健康 健康申报之外 基本上整个过程都跟疫情前差不多 那大家戴不到口罩呢 在飞机场 在机场里面肯定是要戴 在飞机上面也要戴 那除了这一点的话 在泰国这边啊 你下完飞机之后 你戴不戴口罩 这些都不是强制的 在泰国这边呢 像这些公众场合 类似商场 超市 电影院 这些场合呢 就是都是看你自愿 你想戴就戴 不戴就不戴 就不会再强制性的 要求大家戴口罩 但如果是去医院的话 工作人员会多少要求 你戴一下口罩 因为在医院的病菌会比较多嘛 经过这一次回国 还有出国的一个经历呢 那我发觉就是跟疫情前 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还算是比较丝滑 只是说现在的航班 会比较少一点 然后那个价格 还是有一点点高 那很多朋友都在 对泰国旅游这一块放上面呢 还是持一个观望的态度 大家还在看 就什么时候政策会更放松一点 然后价格会 那个飞机票的价格 会更打低一点 所以才会出勤来玩 那我知道大家还有很多疑问 你们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言给我 那我基本上看到 我都会回复 有什么问题 就写在留言区吧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记得点赞关注哦